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歡迎來到植物大戰殭屍啦 上一集呢,這個貓尾草實在是賽高喔 不過呢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屋頂關卡了 第五之一喔 已經沒有辦法賽高貓尾草了 只能就是想辦法 就是你也知道了,想辦法突破了 不能再濫用了 那老頭呢,上一集有說過嘛 老頭想要買那個雙頭香日葵 雙頭香日葵需要一點錢 我現在剩多少啊 我現在只有兩千四喔 雙頭香日葵呢 總共要五千塊 然後呢,還差大約一千六左右 我賺錯嗎 沒有,兩千六 還差兩千六啊 所以說呢,今天這一集老頭可能會先想玩一下 意志模式 我不知道這意志模式玩起來如何 但是呢,我覺得應該也是會給一些等值的金幣吧 希望能夠賺到五千塊錢 買雙頭香日葵好不好 然後總共有兩個 花瓶終結者跟殭屍公敵 實在是不太理解 這意思是說我可以用 太陽創造殭屍嗎 那也太酷了吧 然後這是需要什麼 獲得一個殭屍公敵獎盃解鎖 獲得一個花瓶終結者來解鎖 所以可以越解越多是吧 好吧,我們來試試看花瓶終結者好了 這個玩法應該之前一模一樣哦 啊,有些關卡真的很難 祝你好運 然後我聽觀眾講說敲 敲敲這些瓶子的這個關卡最容易賺錢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哎,試試看就知道了 來,試試就知道了 來,試試就知道了 好像還不會那麼快消失啊 啊,太快消失了 我就直接把他給 被不見 自己爆了呢 我什麼事都沒說啊 自己爆了呢 哎 笑死 啊 啊 哪個棒 就一哭哦 就一哭一哭 一哭一哭 一哭一哭 好,結束了 這算是第一個小關卡 打完了吧 爆 哇塞 給金幣一次一百塊吧 好,解鎖了 一路向左 直接稍微左了一邊 該不會每個關卡後面就一直往左 一直往左 一直往左 這樣子吧 那這樣怎麼玩啊 這說真的也這樣怎麼玩 哇 細啊 細啊 哦 哦 哦 你是吃屁吃啊 哇靠 這個角度位置已經不一樣了呢 那到底要走到哪裡才算失敗啊 我還真不知道走到哪裡才算失敗 不過好家在有這些啊 直接 往內互打 可以哦 哎呦差一點 這真的是差一點啊 而且他這個已經固定就是這個方向你就不能改了 完全固定就這個方向你就是不能改這樣子啊 不過好家在啊 好你家在這樣的配置我覺得可以啊 好啦過關了過關了 只差這隻比較麻煩一點而已 這一關算蠻簡單的啊 不知道總共多少關卡應該總共五個關卡的樣子吧 總共五個關卡 結束 這個頭真的有點硬啊 完了完了完了 不是吧 阻止他 阻止他 有 嘿嘿嘿 啊又賺了500啊 二九四零 還差兩千 兩千多 好解鎖下一個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可能就到五關或者是十關吧 不過看到依照這個格子來看感覺十個關卡 這花瓶關卡應該會晚很久 不是吧 偏偏這個時候 出這個小米菇 欸 為什麼這放在這裡來了啊 歐買賀 阿靠北來不及 這有點尷尬 他突然突然消失去啦 隨便 隨便 下去 阿可惡 可惜不是兩個一起 唉 不過倒無所謂啦 這應該就是 打完了吧 還好這關可以 然後這個不小心放錯了 尷尬了 有結束 耶 這關真的蠻快的耶 啊結果已經沒了耶 要完成冒險模式才會啟動 那我們來玩一下殭屍公敵看看好了 這什麼 殭屍們想要 殭屍們想要我幫他們練習入侵房子 我告訴他們只要植物不被破壞就沒問題 所以我要我用硬直板把你的草皮隔開了 我們要扮演殭屍喔 吃腦袋遊戲 呃這個配置怎麼辦 這個配置我覺得就配一隻這個過去吧 像這樣差辦法把他吃掉喔 邊吃邊生花內喔 天啊 這個我覺得可以 這個我也覺得可以啊 然後這個來當代罪的羔羊 喔好爽喔 哇這遊戲怎麼那麼好玩啊我的天啊 啊 給他吃沒關係 真的是無所謂啊 然後呢這個應該是直接穩 這個這個超硬的這個 好過過關了過關了 過一個過去了這個成功吃到腦袋了這樣子 好結束 原來放一個這個 普通殭屍先過去來錄一下啊不對 這個應該要先用鐵桶才對啊 對啊這要鐵桶才撐得住 好 忽略了 好這應該ok的 我有925 好多 好贏了 其他我就不用放了吧 這個應該是超級大勝利了 這個 這個 橄欖球 這個殭屍非常的強啊 超硬的 不需要不需要我再多放其他殭屍啊 不知道這個750有沒有算金幣啊 那會不會總結之後他會依照你現在的能量 比數來換等比的錢 應該蠻爽的 這場就賺75這樣 750這樣 吃掉 啊 啊 哎 直接給1000 然後沒有算上面的 那沒有算上面就算了 圈給1000哎我的天啊 獲得一個成就 無辜之夜 成就達成 不使用任何 蘑菇完成 一個夜晚關卡 哎可是我是在這個 我是在這個 環境下 獲得成就會有點無恥啊 笑死 啊 解鎖新關卡 好 第二關 OKOK 好現在有這個鐵 鐵絲網殭屍 鐵絲網的話怎麼處理啊 地刺 這個可以嗎 試試看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對付地刺啊 現在我的殭屍沒有人能夠對付 對付地刺殭屍啊 幫忙吃一下好了 也可以幫忙吃一下 好像可以了 這關其實也不難啊 挺簡單的就是啊 這個可以幫忙消耗一下啊 全部都用鐵絲網殭屍不就贏了 鐵桶殭屍過去 我覺得我鐵桶殭屍會掛掉啊 贏了 而且是贏得非常順利啊 隨便塞隨便塞 反正這個能量不會算錢啊 吃好吃嗎 耶 贏了 爽啊 啊 大勝利 我又賺一千 我們的向日葵有著落了 爽一天 爽翻天啊 好這時候需要完成冒險模式的時候才解鎖啊 所以說 最多目前一致模式呢 就是三個關卡三個關卡這樣 啊 哇這個有點難 有對有這個火焰呢 有這個火炬啊 看一下 這個會直接頓過去吧 然後從後面開始吃 這沒什麼問題啊 這沒毛病啊 放這隻就贏了啊 從這邊開始吃啊 好爽啊 好爽啊 逆向吃起來 完全沒有事 這個也是逆向吃起來完全沒有事 然後地雷的話需要普通殭屍觸發 對 這樣我差有辦法逆向吃 哎啊怎麼沒有噴那個啊咬向日葵才會有齁 好哦 在咬向日葵才會有是吧 越咬越多 看看這什麼 鐵桶這樣是過去好了 啊算了 逆向吃 哎不對啊 逆向吃就沒辦法吃那個腦袋啦 我在想什麼啊 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超白癡的 所以這還是要一隻普通釀汁過去幫忙克才行 哦 鐵拿 好 意外了 他應該他應該是辦法咬掉他吧 哦 哦差一點 好你家在 好像這將是不會轉彎有點笨啊 可惜啊 真的有點可惜 鐵桶這樣是去自爆一下 這個應該要放兩隻 這個放兩隻就贏了 這個放一隻普通釀汁去吃 ok結束 過關了 其實不難啊 老實說真的 好啦 成功獲得雙頭香日葵了 非常好 nice 過關 耶 哎 這是額外給的哦 那給獎盃會不會再給一個啊 不會 哎會耶 哦哦哦也太爽了吧 7400了 耶 好啦 之後呢 老頭應該會花一點時間哦 一直打這個意志關卡 看可不可以多賺一點錢 然後呢 把那個 把這個 卡片槽呢給買下來 2萬塊我的天啊 好啦 我先買一下雙頭香日葵啊 哎 買了買了 ok 我們下一集呢 這把他拿來使用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差不多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我是老頭 哦我們下一集 直播大人的下次再見囉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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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